枸杞居然这么吃 像我们吃青菜一样 四五天就长得这么高了 竹筒竟然能展开 一节一节不能跟它打忘 整个这个你这是用了多少啊 七八克 擀面杖还有这用途 把这个油和肉敲开敲分里 去烤的时候把这个油全部逼出来 老传统里花样多 趣味十足有门道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 福建省张州市南静县 各位您喝过枸杞汤吗 比如枸杞猪杂汤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福建省张州市的南静县 土楼呢是南静的传统民居 那枸杞汤就可以说 是南静的传统美食 这里产枸杞吗 枸杞汤要怎么做 南静人为什么对枸杞汤情有独钟 今天节目呢 咱们就从一碗枸杞汤 带您走进南静 这就是枸杞猪杂汤 对于南静人来说 它可不是一般的存在 我们南静的特色 我们本地人经常吃早餐的时候 就吃枸杞啊 配一些面啊 特别好吃 我们家里面可能就是 放些叶子啊 放些干就 可能就煮个半小时 一小时之类的 那它这个汤就不一样 那吃起来很有那种枸杞的味道 枸杞汤非常好 特别是前一段上喝酒了 第二天喝一碗 热气腾腾的枸杞汤 整个人精神都回来了 都满血复活了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嘛 像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 在外面或者工作时候 在外面都会回来 想吃一碗汤 觉得它很消火 汤是非常的清甜的 然后加了一些内藏 之后就更鲜一点 被南静人如此钟爱的枸杞猪杂汤 用的什么枸杞 为了探究里面的门道 我们特意找到了 经营枸杞汤三十多年的陈州通 老陈是南静第一个开店 制作枸杞汤的人 来看看每天早上 他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 大盆里面整片都是 你们的枸杞是种在蔬菜大盆里面 对 枸杞居然是种在蔬菜大盆里 这让我们更加好奇了 哪些是枸杞 这些都是整片的都是 这些是枸杞啊 对 这个枸杞好像叶子挺薄的是吧 对 这个很鲜嫩嘛 它主要是吃那个叶子的 你们不吃那个果吗 果没有 主要是果就起来很小 几毫米长的 你们不是吃果 是吃这个叶 对 叶子就是像我们吃青菜一样 真的是像蔬菜一样 怪不得是住在这个蔬菜大盆里面 对 那你们是怎么吃 你们是摘这个叶子 就是这样嘛 这样 叶子摘下来 这个橄榄来熬汤 这个枸杞汤里面全要用 全要用 对 但是你们为什么爱吃这个呀 因为这个青肝明目嘛 也有那个药效 对 有那个药效青肝明目 还有那个气火的 属于药杉嘛 药杉 嗯 这个叶子能这么试试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就是那种清香的味道吧 对啊 苦涩苦涩的 一点点苦味 嗯 行那我也给您剪两下 嗯 就是贴着这个根儿剪是吧 往吧 贴近根部嘛 哦贴近根部 它剪完之后 它多长时间才能再长出来 现在夏天它长不起来 如果在春季的时候 它四五天就长得这么高的 四五天你就收一茬 四五天收一茬 对对 买的话这个多少钱呢 现在是一斤十五块 带着这个筋吗 带筋还有那个叶子 哦这样的 是吧 十五块钱一斤 嗯 哎 其实也算个不是那么便宜的一个菜呢 是吧 是很贵的 是吧 那就是这么热的天 这个大家要吃这个 也得一大早过来这个剪 是吧 对 哇 就到这来 剪那么几下 就真的能感受到 什么叫汗地和夏土 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这个全都是汗 你脸上好点 这是练出来了是吧 这反正习惯了 哦 确实是热 想吃这个好吃的也不容易 这是长在沙制壤土的宁夏枸杞 这是长在蔬菜大棚的南静枸杞 一个要果 一个吃叶 差别是不是显而易见 南静县地处福建省南部 贝山面海 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四季温差较小 枸杞种在这里可以跨越四季 成片生长 因为枸杞的嫩精叶 含丰富甜菜碱 芦丁 以及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爱喝汤的南静人 就把枸杞的精和叶 当作煲汤的重要食材 要跟他们搭配的猪杂 也是相当有讲究 每天一大早 老陈的爱人张姐 都会亲自到菜市场选购 猪腰 小肠 甘群 猪肝 还有这个猪群 瘦肉 这个叫甘群啊 甘群 甘群是哪个部位啊 连甘群 连着甘 连着甘的肉叫甘群 这个好吃啊 对 它要买最好的国际汤 就是要用这些原料 材料 这个必不可少的 所以您猜猜一下 这几样 卖得最快 不用操心 对 猪心 猪肝 猪肠 猪肠 猪腰 甘群和猪肉 清洗后切配 顾客可以根据喜好选择 但最正宗的南静枸杞猪杂汤 一定是六样 一样不能少 一进这个厨房 其实砂锅是特闲眼的 看出来这种 在当地是一个很悠久的 很传统的一个菜品了 对 你得看看砂锅里边是什么 哦 就是枸杞的杆 拿来熬汤 除了枸杞有其他的吗 没有 到了南静 你得用枸杞的杆 是吧 煮的这个汤当底汤 对 煮多长时间 24小时 相当于是把营养都给熬出来的 对 它的功效 它的药效慢慢熬出来 这也就不用水了 不用了 这就是高汤了 你还得把那个杆和那个叶给绿掉 这种生的料汁放进来 这样就是做干净的用 就是干净嘛 要会吃的哈 这六样哪样都不能省 是吧 对 其实这种方式应该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生烫 对对 它是新鲜的食材直接在这个沸水里面 这么烫一下就把它烫熟了 对 这烫的时间很短 又保持着那个鲜嫩对吧 对 这个时候这个叶子派上用啥了 烫的比较新鲜嘛 新鲜的口感 还有那个有一点苦涩的味 它这个叶子真的就是一过水 轻轻一烫 但是这里面还少不了这个 对 这是灵魂啊 哦 砂锅慢煮枸杞精 要汤的清香富裕 猪杂六样全生烫 要料的鲜嫩脆爽 再加上不可或缺的新鲜枸杞叶 老陈把南京人爱吃的枸杞汤 做出了家里做不出的味道 每天他的店里要消耗二十斤左右 枸杞精叶和上千元的猪杂 一天的最好收入能达到三四千元 慕名到南京 游客们总要一堵土楼的风采 如果凑巧 你很有可能碰上当地一种 特色美食的制作 看我手里 像不像两个擀面杖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土楼里面 在这儿是要制作一道 南京的特色美食 用这个可以做什么 往这儿看 这道特色美食在南京 老徐是最有发言权 老徐我得先问 这到底是不是擀面杖 对是擀面杖 就是擀面杖是吧 对对对对 那你用擀面杖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要过来做南京的一个特色美食 要这个来敲鸭子 你拿这个敲鸭子 对对对对对 先敲 敲完了 然后再去腌制 腌制完再去烤 最后是烤 对对对对 那应该算什么 最后它呈现出来应该是烤鸭吗 对对对对 南京也有烤鸭 对对对有有有有 知道吗南京也有烤鸭 烤之前要先敲 你是要怎么敲 一个你还拿两个 一个就好 一个就好 那这个就给我了 对对对 怎么敲 整个鸭子这个上部位 然后后半部位 这个含的指方比较多 就是相当于脖子下边 对 这一块 还有这个大腿的这个地方 当然有这两边对 含流量非常多 主要我们敲开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油和肉敲开 敲分离 敲分离以后去烤的时候 把这个油全部逼出来 就是这样敲嘛 这样敲敲敲 就从这边敲 敲到下面来 这样敲能管用吗 管用 因为 炉鸭鸭子来 对 就按在下面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力度是什么 力度是差不多三分力 其实还是比较轻的来敲 对对对 您这个敲的方法在南京多久了 这个是我们从太爷爷现在 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以前你们也是这样喜欢 还这样敲在烤 对对对对 擀面杖居然用来敲鸭子了 对 敲完了之后 敲完了之后就炸孔 炸孔 对对 炸孔主要是把我们的卤汁吸进去 更好吸收 对对更好吸收 对对更好吸收 因为我们都敲开了嘛 就是这样炸 这样炸 南京烤鸭传统制作技艺被评为 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老徐家里四代养鸭 对南京的鸭子它是再熟悉不过 1997年 徐家养鸭子的接力棒传到了徐岳章手里 原本的小本买卖在2004年遭遇危机 但也迎来了机遇 2014年那个刚好回点 我们本地鸭子卖不出去 一只鸭子就8斤多 那个时候算枝了 一只才9块钱 一只9块钱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在思考 一只鸭子 鸭毛就9块钱了 一个内脏也3块钱 一只鸭子撒起来卖 就可以卖12块 那个时候动物库 一收费一只才1块钱 但是我还可以这段2块 拼命请工人来杀 杀了6万多 6万多只起来 在很多养殖户 着急把鸭子脱手的时候 徐岳章却凭借 对南京鸭子品质的信心 和对整个市场上下链条的了解 大胆买进 他还利用那个时间段 潜心提升南京烤鸭制作技艺 最终通过销售烤鸭 净赚60多万元 获得人生第一桶金 他的烤鸭怎么会那么受欢迎 里面有28种中草药 熬汤 然后做那个乳鸭 南京有10多种 就是有好多是南京人日常饮食中 就爱用的东西 对对对对 那样做出来那个味道 可能南京人就更能接受 对对对对对 我们先换就是要这个脖子和先换下面 因为底下的皮比较薄 比较我们先换 反正底下我们再换一块再换过来 哦 你这么一浇 它其实闻到那个肉香的味了 对就是把这个鸭子 入味的以后再拿出来就烤 哦哦它还有一步 它不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它那个卤熟 不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咱们这种锅底卤多少时间啊 三十分钟左右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啊 对 看看怎么样了 呦 香香香 我们把那个 真香 现在这个颜色也好看啊 对 这种酱色 对 鸭香味啊 鸭香味 也有香味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肉也挺素的好花的 那我帮您端着过去 这个得烤了啊 好 背部要 这烤也有一个技术 就是这个背部要靠这个钢的后边 钢钢 钢壁 因为背部好熟 对对对 再烤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对对对 就成了南静的烤鸭 烤出来之后啊 这个颜色更好看了 对对对 烤完之后的这个颜色啊 现在是有点贵 你看 这么一个 哦 这块是鸭皮 这是鸭肉 对吧 对对对 整个的你看 皮薄肉厚 没什么脂肪 对对对 翘的这个效果哈 在这体现出来 对 正在土楼参观的 是一群来自内蒙古 鄂尔多斯的游客 南静烤鸭味道到底怎么样 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个土楼的建筑特别的有艺术气息 全部都是木制建筑 觉得过来还是很新鲜的 中间这个设计 这边又有太阳 然后四处都可以乘凉 觉得特别的优美 多多尝他们这烤鸭的感觉 和我们北方的烤鸭不太一样 北方的就是很嫩 偏那种吃皮 但是这边的话是那种 很有嚼劲 然后吃起来是 越往后面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反正很好吃 吃了一块又一块 停不下来了 越吃越香那种感觉 特别好吃 外苏宁嫩焦香好吃 一个字好吃 这不是来字吗 在土楼吃烤鸭 这才算体验有滋有味的南静生活 如今南静烤鸭让老徐做出了名堂 一百二十八元一只的南静烤鸭 它每年能卖掉十万只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南静县的南坑镇 棕色的竹筒 为什么这个竹筒是棕色的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我们得请老鱼 要拿出来了 很沉吗 差点给大家露底了 是不是很沉 我试一下 这多沉 有二三十几 二十几左右 二十几左右 二十几左右是吧 为什么我说差点给大家露出玄机 给大家看看这 看出来了吗 我们得打开给大家看看对吧 我拿这边 好 你看 看看看看 这个老鱼 我们说说这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竹筒鞋 睡了四十多年了 非常光滑 原本就是正常的竹子的颜色 对 这就有点像包浆的那种感觉吧 对 这是包浆的感觉 这就是岁月的颜色 这个鞋子跟其他地方鞋子非常不一样 是吧 跟其他竹筒鞋不一样 是吧 对 鞋手 那种竹筒鞋呢 棉线是穿在中间的 那中间是穿棉线 哦 嗯 在中间 完全看不出来 你这个 表面上就没看到线了 没有没有 前年过过都看不到 这一片竹节在这儿 这一片竹节在这儿 不同的竹子 就是一节一节不能跟它反望 相当于这一块合起来 对 就是一个竹子是吧 对对对 整个这个你这是用了多少啊 这给你有七八个 就是七八个 砍着文种的这种竹筒 对 做成的这个席子 对 南静的竹筒席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已具有消暑 降温 抗疲劳等功能而闻名 竹筒席传统制作技艺被评为 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它的选料就非常讲究 竹筒席就要用这个原材料是用毛竹的 就用毛竹 对 要求必要新长期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是个必须的条件 必须的条件 宽窄呢 直径要十公分以上 那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毛竹 毛竹比较硬 它还会比较直 是不是意味着等你做出来这个竹筒席 它就牢固 对 牢固平静 南静竹筒席制作要先后经过选材 锯切 爆木 批片 蒸煮 晒条 钻孔 穿拼 曝光 修整等工序 每个面条的宽和高为0.3厘米和0.5厘米 全部钻好孔后 制作竹筒席最讲究的穿拼才开始 正摸这个线真的是粗 对 这个针应该是特制的吧 对 是的 见过这样的针吗 你看 这个拖尖 就是有专门人才能做到的这个技术 对吧 对 专门人做这个线尾巴尖尖的 它是很专业才行 对 现在再把这个插一下 找准一个眼 这个工作做好之后 对 它的眼是对起来的 所以你一插 你能够很迅速的插过来 对 到这边就要拉线了 不能拉断了 哦 怕它拉断了是吧 对 哦 哇 这个其实是有技巧的 稍微一不注意 可哪个地方就拉断 然后一个人的话 得多久才能做出来 那这一天就是穿了一张多 也穿不到两张 你这个一张多指的是几米乘几米的 那就是一米五一米八的 一米五乘一米八的 就一个人这么一天不停的穿 还得是熟练工 对 熟练工 你就能穿一张 哦 你看我们这个小美女很认真啊 啥啥那个眼儿 这看来是经常给你学 对 它礼拜天了 那都回来这边写一下 行了 这都是小帮手 这都是以后的这个小船人 因为对原材料要求严格 记忆非常繁琐 南京竹筒席的价格相对较高 通常1.8成两米的竹筒席 售价近千元 这使竹筒席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 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小看爷爷和爸爸做竹筒席长大的余月明 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从事餐饮有了一点积蓄后 老余选择恢复竹筒席制作 竹筒席耐用跟挑选的毛竹有关 还跟用到的棉线搓尖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就说会搓尖的人很少了 很少了 南京是一个老人家在搓那个线尾巴 你叫线尾巴 其实就是你搓尖是吧 对对对 在吗 是这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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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郑阿姨是吧 会说那个普通话吗 还是说米南话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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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南话 没事 那你给当翻译 这些全都是你给它拿来的是吧 对 这开始搓了是吗 对 现在就要搓搓了 这一双搓 对 那是好几股 对 三股 三股搓成一股 好 那这个也要激素啊 哦 我记得小时候 我也见过我家我姥姥什么这样搓 可能就没你们这个男肯定是哈 要不你们这个 因为它这个操尖是摩前一个不是啊 对 是吧 大家看明白了吗 哦 搓这么尖 是现在是一双老花眼不太好叉是吧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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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行 我帮了我老花眼了 我差不上 我这个老花眼差不上 搞鬼 三个老花眼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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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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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老花 你自己老花 我自己老花 你为什么要贵啊 贵啊 贵啊 好害人啊 好害人啊 正阿姨厉害啊 我跟这正阿姨学一下 是这么难是吗 你真是什么 我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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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不行 现在哭了 你爹爹爹爹爹 每一股拽的只剩一根 是吧 对 它拔的时候 它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对 不能再重整 慢慢地一切 一切一切 从粗到细 是吗 对 从粗到细 其实是做出来效果就可以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必须得贴着重 贴着重 贴着重 三个齐了 咱们这三根是一块搓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腿搓这么两次 就已经是搓红了 就是其实是一块 非常非常精细有技巧的活 对 好了 哦 看看啊 搓成这样子 才是真正达标的 就这一小块 这个阿姨搓了将近有十次 郑阿姨以前在竹筒厂工作 从18岁开始学搓尖 现在南静像郑阿姨 这么有经验 能熟练搓尖的人 少之又少 老鱼说 正因为如此 他更要坚持南静竹筒席的制作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家乡的好东西 希望尽自己所能 让这一飞夷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让一飞备 看看这一飞备了